Hello 歡迎收聽Bili Bala Talk 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去拜年 吃團年飯 一起集團 講很多祝賀的話 昨天我剛剛去過North Bay 都會跟學生問一下 通常你最常聽到的祝賀說話 會是甚麼 例如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第二個問題 究竟你會覺得 有甚麼祝賀的話 是會兌現到的 有甚麼是純粹說一下 雖然可能是一個願望 但是兌現不到的 講起的時候 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或是恭喜發財 大部分都兌現不到的 不過 出入平安 身體健康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雖然不是保證 大部分人 都能夠 至少每一年都獲得到 雖然我們知道 可能都會遇到少的交通意外 可能不是大 又或者 始終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的 然後 又引申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通常 逢是過年過節 尤其是新年 中國人 很講求禮禮時事 但是 基督徒 反轉 不少廣道 除了 雞年 有講雞 牛年 有講牛之外 其實這些說話 都好像 對 Christian 的價值 我們 萬事都是從神而來 所有事情都是靠神的 這樣 基督徒 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但是同一時間 基督徒 應該 主祝福你 或者 送禮事的時候 送金句 等等 我自己兩看 究竟 大部分人 是很認真 覺得這些說話 是鬼神之說 還是 純粹是一個 求祝福 說句好的說話 無雙大雅 沒有理由 新年流流 你犯罪 你落地獄 你死吧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死吧 我覺得 你這樣做也不會 效果 再加上 好的說話 不是叫你虛偽 說 你真是很漂亮 那些 如果他整個 歪 而是 好的說話 是沒有人會介意說的 大家都說了 正如我所說 恭喜發財則 得淡少 但如果你出入平安 其實 也都是 某程度上 帶著一種感恩 來給他 祝福 給其他人 為何不 尤其是 一些老人家 你想要和他 因為一些 這麼小的事情 來做一個爭拗 就算你爭拗 贏了 這樣說 其實是不邏輯的 白痴 沒有意思 到時候 你成為了白痴 這是其中一件事 然後再說深入一點 通常新年的時候 會說什麼榴槤運程 例如 好像 很不老禮地 今年 剛剛過了 過去那兩天 在香港的地鐵 出現了一個 自焚的事件 然後他自焚 令不少人受傷入院 而且到現在為止 都是嚴重燒傷 康復的時間 可能是非常之長 非常之令人不開心的事件 但有個小插曲 就是 原來有一個堪如學家 在他本書裡說了 在中國的東南方 會有火燒列車的這件事 這麼冷門他都中到 嘩 厲害 當然出來之後 有很多人爭論 其實在中國有很多 這些火燒列車的新聞 東南方不是香港 是福建 福建和香港是相差很遠的 香港是正南方的 這樣 先沽默論 然後 同樣的事情 很多時候 Christian也會去說 就算這些事情 靈也好 我們都不應該相信 因為這些是鬼神之說 風水命理 那些是 一來不合邏輯 神經病 就是傳統 那些事情 我們一定會去想 做這件事 但當於我們 專門問 如果對神的心意 也是讓你思考的 為神教的 如果事情成功,神祝福你 如果事情成功,神不祝福你 又或者你覺得自己很愛主,而不成功 這是神給你的試煉 如果你覺得那個人不愛主,但他成功 這個純粹是他愛世界 什麼都說了 我們要提出幾個道理 究竟這些風水命理是否靈靈呢? 第二點,聖經裡沒有一些風水命理的東西 而我們值得去講,值得去思考 去追蹤,如果聖經真的這樣說 第三點,在聖經教導裡 我們應該如何處事 以至得到一個真正的祝福呢? 如果我們不想犯到 我們指著別人說 其實有些事情是迷信來的 但我們實際上都是用一種迷信的態度 去面對我們的信仰 就是怎樣都可以 我們值得去思考這一點 首先講了風水命理 我就不講那些紫微斗數那些 我最主要講到通性、風水、加肥屋潤等各方面 其實跟當時的農耕社會是很有關係的 譬如通性的春牛圖 以前是沒有天文台的 你不要理他準不準 現在的天文台下雨 什麼時候下雨 那些都不是100%準 以現在的技術 當時來說 其實已經是很延伸的 在他那個老人家的經驗裡面 然後寫了 難道我要寫十篇文章 那時候是沒有那麼多的技術 來傳播開去 而那個人又有那個知識去接收 通常來說就是畫幅春牛圖 然後就描述所有的東西 只要你認識了幾點 然後你就懂得怎樣去看 那一年你就跟著那個人 而那個農耕的操作 是跟著那個人 如果多水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處理 如果旱災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處理 各方面其實你有一個想法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至於譬如你就算生肖 那當然他的原本 有人說是由印度教傳進來 那在他的原本當中 當然他有一個迷信 神話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實際上 在這個實際操作 中國人是很實際的 他就是農民 他又不懂字 你要叫他記住 一九幾幾年 那當然以前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你叫他記住 紫草人謀那些年 再加上皇帝的某個年份 很多時候你會混合 例如現在我加班 加班星期六日都要加班的時候 我開始變得 星期一或星期二 我是開始有少許混合 何況以前的人 是否沒得對標 沒得馬上去Google看的時候 那你怎樣能夠分辨到 那一年是些什麼呢 用回動物來分辨 那就意記很多 今年是雞 下年是蛇 我只是亂說 我的命令是完全不懂的 這樣 這個是方便記成 然後就記住他那種 所謂雞的屬性 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會記到 那個農耕文化裡面的一些哲理 他就懂得怎樣在那時候去處理 所以十二生肖也好 或者是風水命理 很多時候是 attached to 這個二十四節氣裡面 應該做些什麼 不應該做些什麼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所以他一定有一定的道理 在當中 但是換轉 如果你在現代的社會 或者工業禁止之後的社會 其實很多東西 再加上就是 你的地域擴闊了 你不再純粹在 南中國的地方 你是擴闊到北方 世界 這樣這道理 就未必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 所以現在你說 究竟風水水命理和 明理另一個東西 或者是那些通性 各方面的東西 究竟能不能夠 真的完全應付 來在現代這個社會裡面 能夠做到呢 那個準確程度 以前都不是完美的 因為正如天文台 都不是完美的 這樣到現在來說 就更加不完美了 所以 看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這個問題是 你需不需要看 第一個 第二就是 當笑話 我偶爾都會看 當笑話 那些日常都不日常 那些日常都不日常 那你一定中 是不是 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 無雙大雅 雖然這樣說 就非常政治不正確